专业医生前天和您说紧他,以哪个为准?电子血压剂和水银血压剂到底哪个准?如此等等问题,您是否遇到过呢? 选择合适的血压剂十分传统的血压测量方式是依靠水银血压剂,通过人工精英的方式测量,通常由医务人员完成。 操作方法正确的情况下,能真实反映血压的高低,而家用电子血压剂只依靠传感器,接受动脉波动,产生的波动,读取出血压的高低值,和合照电子血压剂产品方便使用。 水银血压剂测出的血压大体相同,关键在于操作的细节是否正确,只要经常轮化采用两种血压剂测量血压,两者测量的血压差相近。 过查值在5到10毫米主注之间,就是可以接受的,满足此结果可得10分。 选择正确的血压测量时间,30分人的血压,在24小时中是不断变化的,即便是高血压患者,也会遵循两分一股的变化规律。 即早晨6点到10点血压,出现全天第一个高峰,下等17点到19点,出现全天每二个次高峰,夜间尤其是1点到3点会出现全天血压的最低点。 最高血压的控制是全天血压圈的目标范围内,因此测量血压,应选择两分一股的时间段内,如果经常测量三个时间段内的血压可得满分,如果只是经常测量清晨刚起床时的血压可得25分。 正确操作准确测量,50分影响血压测量的行为脂肪因素有很多,测量时应尽可能避免,应做到,测量前30分钟,不惜烟机喝咖啡注意高度适应,手臂平放桌子上与线脏位置平起,双腿自然下沉双脚倾放地面,不可笑,二郎腿,测量前静坐一到三分钟测量过程中不可讲话,同时避免周围人大声说话, 它裸露上臂,袖带下圆巨肘窝,二到三厘米,踪迹已能插入一根手指为一侧两以右侧上臂主,因我活血压标准的制定以此为准,通过情况下右侧侧出的血压高于左侧,当两侧血压差大于20毫米拱住时,应及时查找原因,如果注意到了上述5点可得满分,不则每步符合一条减10分,定期进行动态血压监测, 10分上面讲到了,对缺压的控制,是要将全天任何一个时点的血压,据控制在目标范围内,乘以清全血压最为重要,暂几年来研究表明,夜间血压升高,比如高于120毫米拱住,是引起心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,也就是,无论白天血压是否正常, 只要夜间血压升高,即可引起心脑血管病,是应当引起特别关注的问题,而夜间测量血压,由于测量不方便常被忽视,因此定期进行24小时,动态血压检测非常必要,如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此类检测可得满分10分, 高血压患者,一般应将血压控制在140毫米拱住以下,最理想的控制目标,是小于12080毫米拱住,对于无心脑血管病病史,即十年动脉周样硬化,性心血管病中心小于10%的高血压患者,血压控制在13080毫米拱住,更为合理老年人的收缩压,因控制在150毫米拱住以下, 如能耐受可进一步降低至140毫米拱住以下,减少年的摄入量,每天摄入量,因努力减少吃6克以下加强运动,每天坚持可出汗的运动,至少30分钟合理一时,营养均衡,少油腻,主食不过量,多吃蔬菜水果健康健酒,生活规律不熬夜控制体重,男性腰围小于90厘米, 腹心腰围小于85毫米拱住此外,有关血压的问题,研究显示有三种情况也引起重视,当血压大于12080毫米拱住时,即会对血管重建带来影响,增加心脑血管病发生风险,正常人仅仅可能将血压控制在此之下,相比于自己的血压, 当血压较以往血压有较大上升时,比如,以往血压为9060毫米拱住,现在血压上升到13080毫米拱住,虽然为达高血压诊断标准,也就好引起高度关注,提倡在家自己家在家测量血压,这样料出的血压,在高血压防止中,更有意义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